在白蛇传里面 许仙发现自己老婆是一条蛇以后呢 就背叛了她 还和法海一起想要弄死她 在日本似乎跟传统民间故事里 一信为老公付出的苦情娘子不同 平安年代 就有一位叫亲戚的姑娘 因为被爱人背叛和欺骗 就一路追杀 这个传说的结局 要比白蛇传惨别过 白蛇被压在西湖的湖底 最终还是活着的 也许有天出来还能团圆 但是亲戚就不同 在日本啊 很多民间故事里 跟爱情有关的传说 都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要么就是同归于尽 比如这个亲戚的故事 就是一个爱而不得 互相毁灭的 日本百蛇传 这个故事呢 也发生在平安时代 就是我们当时说是 白蛇异行的这么一个时期 大概就在928年前后啊 有两个来自澳洲白蛇的和尚 他们呢 本来是要去祭州的熊野神社参拜的 路上经过祭一国的时候呢 想要休息一下 这两个和尚里面啊 有一个比较年轻 法名叫安真 长得十分好看 当时他们在一个叫 亲次的人家中 借树的时候 亲次的女儿亲戚啊 就对这个和尚一见钟情 就这么一来一往 两个人没来眼去就好上了嘛 安真答应亲戚 他办好事回来呢 就会来看他 跟他一起生活 亲戚呢 也就这么傻傻的 在家里等着 可是安真第二天跟着师傅 去寺里朝拜以后呢 寺院的和尚 发现了安真心里的情杖 就告诉他说和尚 是不能爱上凡间的女子的 他必须要做个两段 在做通了安真的思想工作以后 安真最后决定放弃亲戚 所以他参拜完熊野神社以后呢 回来的路上就换哪个方向 没有再经过亲戚的家里 亲戚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 左等右等都等不来 他一着急呢 就跑到路口去问 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 好看的和尚回来呀 刚好有一个经过的路人说 他看见两个和尚 往那个方向走了 刚好跟他家 不是在同一条路上 亲戚一着急 都来不及回家穿鞋子 就一路狂绷着去追他的爱人 可是他快要追到的时候 发现这个安真呢 假装不认识他 而且在渡口急着要上船 亲戚很着急啊 就抓着他问 为什么 安真说自己以后不能再见他了 因为他是个和尚 希望亲戚能够忘了他 因为那个时候的亲戚 他只有13岁 情窦初开 一心一意是要跟着 安真过一辈子 安真撇下亲戚以后 独自上了船 还交代其他的船夫说 不要送这个女子 亲戚一着急 就自己跳进了河里 想要奋力地划过那条河 一游着游着 就慢慢变成了一条恐怖的大蛇 但是还保留着他的脑袋 靠自己游过了河 安真一路看着亲戚的变化非常恐惧 下了船以后就急急地逃走 他一路逃啊逃 逃进了一个寺院里 告诉了寺里的和尚 自己被一条大蛇追杀 寺里的和尚们就赶紧把大宗放下来 把安真罩在里面保护他 变成大蛇的亲戚啊 就一路蜿蜒着爬进了寺里的大王 疯狂地寻找 还伤害了很多拦住他的和尚 亲戚最终还是发现了躲在中里的安真 他苦苦哀求他出来见他 但是安真一心念经 就是不肯出来 最后烧红了大宗 也没有把安真逼出来 安真最后就被烧死了 亲戚烧死了爱人以后呢 跳进了河里自杀身亡 也有人说亲戚在放火烧宗的时候 把自己也烧死了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两个人最终都同归于尽 私里的僧人们担心大宗上 还负着亲戚的冤魂 就把这个宗扔到了后山上 传说分城秀吉的手下来进攻冀州的时候啊 他的家臣仙石秀九 就在山里发现了这个宗 因为打仗的需要嘛 他们宗徒就用到了这座宗 后来索性把他带回了京都 但是因为担心这个传说里 亲戚的怨魂还在 后人就在妙法寺给他做了超度 如果你现在去京都旅行呢 也许还能看到这座大宗 很多年以后啊 当时骚死安真的寺院呢 想要重修这个大宗 重新住了一个 后来在大宗的安放仪式 举行法事的过程中 突然来了一个长相非常貌美的姑娘 在这里跳舞 跳了很久很久 一直跳到河上面要去休息的时候 她才停下来 但是她突然发狂似地冲向这个大宗 一路上还叫着说 我恨这口宗 我恨这口宗 像一团烟雾一样 钻进了这口宗里面 后人们才知道 原来亲近的怨魂一直没有消散 一直在这个寺院里徘徊 如果不能跟心爱的人同生 就要跟他共死 好像这个是很多民间传说里 都会有的结局 如在日本的创世纪神话里面 创世主叫伊邪纳美神和伊邪纳奇 他们俩呢 是日本神话里开天辟地的一对神 也是一对兄妹 他们相爱结婚 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 但是最后呢 妻子因为胆产而死 丈夫说 即便你死了 我也依赖爱你 我们要同生共死了 后来她就去地狱 求着想到她的老婆 回魂回养 她老婆也同意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把她放在 黑暗的洞里三个月 不能去探望她 不能看她死后的样子 因为怕吓到她 但是丈夫没有做到 有一天出于好奇 她就拿着蜡烛进了洞里 想要看看老婆有没有恢复 但是不幸的是 她在烛光里看到了腐败的尸体 流着浓血 爬着居虫的腐肉 她被吓坏了 扔掉了 蜡烛就逃出来 妻子气急了 觉得丈夫背叛了她 也一路追杀出来 最后呢 妻子成了地狱的主统的神 丈夫这一辈子都活在被追杀的命运中 那么说到这里有人会说 可是我看到很多日本太太 就算跟丈夫感情破裂 她不是还安静乖巧地守在旁边 做个贤妻良母吗 但是他们的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呢 日本的自由记者小林美希 她写了一部书 叫做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们 中文翻译成了 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 看起来温和了很多 少了不少杀气 日本的媒体曾经有过一项调查显示 日本的全职太太 除了对丈夫抱怨不断以外呢 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想要丈夫去死 有一半的妻子表示 曾不止一次 只在心里念着她快快去死 还有另外一半说 虽然不希望她马上死掉 但是也希望他们消失不见 如果有一个日本太太 对丈夫说你去死吧 可能不再是简单地抱怨了 而是她心里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就有这么一群日本的祖父 非常热切地诅咒他们的丈夫去死 还寄托了各种的死法 他们甚至还有自己死亡笔记的论坛 在里面画风黑暗 很有恐怖片的及时感 这个网站的首页也标着 我想让你立刻去死 我每日每夜都在不停地诅咒着这样子的话 绝望的祖父们甚至在这里同死神签订契约 发帖诅咒丈夫尽快走向死亡 这个网站最初被网友发现的时候 已经有一千多个注册用户了 而且有六百多人已经签订了死亡诅咒的协议 不过死神要求祖父诅咒的必须是自己 法律意义上有婚姻关系的老公 如果没有婚姻关系 你的诅咒是不会生效的 整个网站充满着大量快满出来的那种负能量 那种绝望的怨气和彻底的愤怒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日门诅咒榜上排名第一的居然是来还愿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愿者说 我的丈夫终于在2016年的4月28号死去了 她喝着酒直接倒下了 然后死去了 这些诅咒 丈夫死去的女人们基本上都经历过背叛 伤害 家暴 甚至是那种不被尊重的长期压抑绝望的情绪 为什么她们内心有这么多恶毒的想法 而且这个范围还非常的广 大概是因为日本女人长期都生活在一个让人绝望和窒息的环境下有一定关系吧 在她们眼里只有丈夫死掉了 她们才能够真正开始自由的生活 看起来绝望的祖父似乎是不分国界的 各个地方都有啊 TMD